那 那 那 路 那 那 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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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入會員 最後的一個原因 各位觀眾한데 которых 大家好 我是SIMON 那今天的影片比較特別也比較臨時一點 主要是想跟大家說說 通靈之戰這一個系列會不會持續的登進下去 如果有看到禮拜日 FullLine 首播的觀眾都知道 其實我們通靈之戰其實被磅飄了 而且這個情況還滿特別 就是通常我們這禮拜天的唱片對不對 但是我們上片的隔幾天其實是沒有事的 但是直到禮拜五的時候 也就是上了五天之後 我們的通靈之戰下 也就是朱莉王來景突然被黃標了 但有趣的事情是我們的通靈之戰閃 並沒有被黃標 那你可能就說有一隻被黃標 一隻沒被黃標這樣還好 但這件事情更可怕 原因是因為你抓不到YouTube 它所謂黃標的標準在哪裡 特別是這兩支影片 我已經都盡可能的避開 像是一些比較禁忌的話題 一些比較不能講的字眼 我也用其他字眼取代掉 但是還是被黃標 而且那一支被黃標的情況是 他們已經直接來人工審核了 直接來人工審核之後 然後跟我們說 這支影片是黃標 然後我們也沒有辦法再審出 結果情況就會變得非常的麻煩 因為觀眾很喜歡這系列 其實我也非常喜歡這系列 那其實上禮拜 第十五季出來之後 然後我覺得點擊其實還不錯 那觀眾反應也很好 他們很想繼續看下去 因為目前沒有人做這樣的主題 那就乾脆一口氣把通靈之戰全部做完這樣 但是就出現黃標的問題 那我就再思考說 到底要不要繼續做下去 所以其實上禮拜並不是原本要出地獄廚房 而是要出通靈之戰第十四季 但是又黃標之後 我們就趕快 我就立刻趕了一個地獄廚房出來 而且大家其實也都知道 我們頻道的片量其實也有到很多 就是正副頻道一個月加起來八支 就一個禮拜一支 那一支黃標就等於是 我們少了該頻道的四分之一的收益 那其實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傷 所以其實非常無奈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開開頻道的會員次 之前很多觀眾問我們說 什麼時候要開 我之前不開的原因是因為 我不曉得能給觀眾什麼 因為這個不是金錢的問題 可能會員次其實可能對大家來說 我不算貴可能三十四十這樣 對就一杯飲料的錢 但問題是 我真的有點道德潔癖 就是如果我覺得 我沒有給你到等價的東西的話 那我寧可就不要出 就是如果今天是我你必得來的東西 那我覺得我收有點道理 但如果今天是我沒有付出任何努力 你送我 我反而我不想收這樣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一直不開的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不想要讓大家 來花這三十塊的錢 我覺得我寧可你們把這些錢拿去買飲料 但如果今天這樣的情況的話 有點算是逼不得已啦 那把會員次打開 算是彌補我們通靈之戰的一些損失 好那我現在目前的規劃呢 是一個人四十塊 就是非常便宜 如果會員超過一千的話 我們每個月會在 會員專區裡面更新一支通靈之戰的影片 那如果超過兩千人的話 我們每個月會在 會員專區裡面更新兩支通靈之戰的影片 超過就沒有 極限就是一個月兩支 因為會員專區的影片不是 拿一些就是平常影片的一些編繳料 或者是NG片段還是錯 而是我們從零開始製作一支新的影片 所以這工程對我來說是非常浩大 而且通靈之戰 他每一集的集數大概七十分鐘 然後十五集 所以他花我比平常贈品到更多的時間 如果今天真的打表達到兩千人的話 等於說我們一個月要增加的工作量是一點五倍 因為我要看然後整理寫文案 錄影然後阿萱還要再見 所以這等於是一個非常浩大的工程 因為我現在也不知道 我出了這支影片之後 會有多少人加入會員 如果未滿一千的話 這些會員還是可以享有一些會員該有的福利 像我們每個禮拜之後會PO一個類似 podcast的東西 那是我跟阿萱還有195 那我們三個會閒聊 那我們圍繞著一個主題聊天 那透過這些聊天的主題 可以更了解我們三個 那以及你們可以通勤的時候 就聊天一下這樣子 算是一個額外的小福利 我覺得一個月四十塊 然後看兩支通靈之戰的影片 算是非常非常的賺 因為我做一支影片 做付出的心力 就是大家應該也感覺出來 我是花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在寫文案跟錄影還有寫教育 所以我覺得這四十塊 我賺的非常心愛有多 然後我也答應這些會員是 這些通靈之戰的影片 只會在會員專權裡面播放 不會放到其他地方 因為為了保障大家的權益這樣 那今天會開會員專區的主要目的 一方面是希望可以 付足就是通靈之戰 所產生的存資 因為會不會黃標 那再來我開那麼低的原因 是因為我希望大家都能看到 我希望更多人可以看到通靈之戰影片 之餘呢 收益又不會受到影響 那再請各位見諒 因為我們畢竟還是在工作 那我們工作還是要錢 那每個月都還是有一些固定的花費 如果我上一支影片是黃標的話 其實對我們的收益是非常非常貴的 特別是我們這種片量比較稀少的YouTuber 我們很難用其他支影片去密布上去 再請各位見諒 怎麼加入會員呢 就下面有個訂閱旁邊會有個加入會員 然後點進去 照著步驟走就可以了 選最便宜的40塊 選多也沒有用 因為我不想要讓會員制變成一個 有階級制度的一個地方 我希望大家都是平等的 然後大家看我們影片得到歡樂 然後我們又不會虧錢 然後我覺得這是目前對我們來說最好的做法 所以一些沒有加入會員的觀眾 可能要先給我們處理抱歉 因為為了保障會員的權利 那可能通靈之戰的影片 因為可能看不到這樣 但主頻道的 我們每個禮拜都還是有個急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這樣 那如果你們想看通靈之戰影片的話 大家可以加入會員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我是Simon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